她是乾隆皇帝27个孩子当中唯一的嫡公主 为了她乾隆皇帝多次破坏大清的规矩 就连去世后也能享受特殊的待遇 她就是顾伦和靖公主 在清朝大部分的公主十四五岁就要出嫁 可是乾隆皇帝一直把和靖公主留在身边 到虚岁十八岁才出嫁 以往公主下嫁必须要跟随丈夫前往蒙古生活 没有皇帝的批准十年才可以回京 因为舍不得女儿乾隆皇帝破例 让她在京城居住 成为清朝远嫁蒙古公主当中 唯一一个留在京城的公主 和靖公主从小体弱多病 六十一岁就去世了 当时的乾隆皇帝是八十一岁 白发人送黑发人 于是他就命人修建了一个衣冠种 命名为公主灵 古代只有皇帝的墓才可以称为灵 这又破例了 当然这也是现今公主灵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 来吧 感谢观看